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逵真实的傻子 自从他认识宋江之后 就对宋江十分敬佩 后来他甘愿给宋江当相识 宋江作为土匪头子 毕竟要做许多杀人放火 偷鸡摸狗的事情 但宋江是谦谦君子 自然不能明着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李逵常常就为宋江背了黑骨 把坏事都做了 坏名声都看了 比如宋江为转出同上梁山 吩咐李逵杀了四岁 在孩童小牙内 对于李逵杀小牙内这事 如果换作武松 鲁智深 林冲 甚至是花龙 郭胜 李邦等人 都不会去干这种缺德事吧 可见 李逵对宋江绝对是忠心耿耿 然而两人也有闹矛盾的时候 最为著名是从东京城回来 李逵在路上听说宋江抢了一个女子当老婆 回山后一气之下 弹倒了姓黄旗 其实在此之前 李逵和宋江也有一些矛盾 那时 吴俊逸刚上梁山时 梁山叔奏报朝廷 朝廷派出丹秦规 魏定国两人争讨梁山 这时 官圣请英前去招降两人 宋江欣然应允 同时叫宣赞 郝斯文二将跟他一起 这时 李逵跳出来 说自己也想去 却被宋江拒绝了 搞得李逵闷闷不乐 后来他自己偷偷下山了 李逵下山时 太急了没带钱 于是 在路上一个酒店吃饭 吃完后打算爱仗直接走 这时走出一个标形大汉 贺道 你这黑丝好大胆 谁开了酒店 你来白吃 不肯还钱 李逵斟酌眼道 老爷不见那里 只是白吃 那汉道 老爷是梁山伯好和韩伯龙的辩士 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 李逵听了暗笑 我山寨里哪里认得这个鸟人 原来这个开酒店的叫韩伯龙 他爆出宋江的名字 李逵虽心里心里暗笑 但他却说 先用自己的斧头抵押 韩伯龙不知李逵是用技 一时大意竟被李逵直接扛死了 那么 韩伯龙有没有说实假话呢 其实没有 他的确算是宋江麾下在这里开饭店的 原来 韩伯龙原来在江湖打家劫舍 后来投奔了汉帝忽律朱贵 朱贵打算把他引献给宋江 可恰逢宋江当时发被窗 又要转炉俊一 一时忙得没时间 朱贵就让韩伯龙在这里开个酒店 所以 韩伯龙自称是宋江的麾下 是得到了朱贵承认的 其实李逵也看出来了 李逵在全书中就是个无脑之人 就知道扛着斧头杀人 可他杀韩伯龙时 却是唯一一次表现出了智慧 他是勇替杀的韩伯龙 可见他心里也知道对方说话不假 主要是当时李逵心中对宋江有气 他独自下山无处撒气 就把韩伯龙给杀了 算是报复宋江一回 李逵心里明白 自己杀了韩伯龙没有任何危险 因为自己的确没见过韩伯龙 而且 他还没得到宋江证明 何况 朱贵在梁山伯地位太低 就算杀了他推荐的人 想必朱贵也不敢找自己麻烦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朱贵根本没提这事 假如李逵不杀韩伯龙 那么 梁山伯大据一时 应该就有109位好汉 但李逵为了报复宋江 为了出一口气 故意杀了韩伯龙 从这点来看 李逵其实也是个心机buyer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